首先出厂的是我家的切片机 切片机 这个切片机是上用的是吧 然后它比较小型 就也可以适合家用 然后这个是调厚度 调薄度的 然后上面插的是肉 肉需要稍微冻一下 也不能太凉 也不能太冻 也不能太滑 一般就是我家冻的肉 拿到冷藏里放一晚上 第二天就可以直接插插 就可以切片 家里的第二个家用电器 天天用 使用频率相当高 使用频率是所有家用电器里 使用频率最高的 咖啡机 这个是k cup的 是lemon ginger的k cup 我早晨一个 然后王大厨的咖啡 剩一个了好吧 它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 都是costco买的 然后另一种是我放进去了 这个starbark的 我们一般就是strong 然后12盎司 这是王大厨早上喝完的杯 我一般就接着用 然后给大家看过了 我们用的就是这个塔 使用频率相当高 但是大家看这个都摁的不行了 就可以可想而知 这个使用频率 我这个怎么都塞成这样了 它的下水速度还行 如果是下水速度越来越慢 这个机器就白白了 就使用寿命到此为止 家里的下一个家用电器 citchen aid 此citchen aid非必citchen aid 因为王大厨需要的是nsf 记得不这个标志 那就意味着它是commercial的 它是商用的 它是八块托 王大厨后面包饺子 citchen aid yes 在这写的 八块 citchen aid nsf商用 对什么对王大厨来说 家里必须得是有商用的东西 太小人家不干 然后当时买这个的时候缺货 等一等 然后就有货了 就给买下了 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都是怎么用呗 我也不太懂 卡上 这个是什么 这是速度 stir 搅拌 2到10 钩子 它这个是这样钩子 还有一种是那种的钩子 那钩我一会用 然后这个是干嘛用 这个是前面可以擦一个头 还可以有别的用处 OK 头是压面条的 这个头是压面条 它还可以有干别的 这个头 有各种各样的 你们可以去citchen aid上 我们是在官网上买的 没有什么折扣 也不能挑颜色 就这么一个 因为它是 8 quart的 大白你来参与一下 你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这个也是开罐的 可以调节速度 我们家的下一个 家用电器就是这个空气炸锅 这个空气炸锅是在Costco买的 在这的时候 它呢很方便 它呢是有这个是空气炸模式 炖模式 然后这个是烤模式 然后也可以调温度 然后可以调时间 可以调它这个牛排的成熟度 什么media well啦 或者是well done的 就是全熟的半熟的和什么的 然后呢这个件是去水模式 即将要出的视频 可能也许已经出了的视频 有一个空气炸锅烤鸡爪 我要是出了的话 我把链接打在屏幕上放 然后这个空气炸锅呢 还附赠很多的菜谱食谱 不过大部分的都是美国人的什么的 不过也可以参考一下 有烤菜呀 有烤牛肉啊 烤甜品什么都可以 具体的空气炸锅的各个使用方法说明 以后会在那个空气炸锅列表里 会在这个菜谱里 每一个菜谱里进行详细结束 在这里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我们家很重要的 另一个驾用电器 空气炸锅 对空气炸锅的清洗就是 王大厨把这个水 凉水热水都行 没过这个空气炸锅 它这里面一共有两层 两个网 这个是这个网 还有一个是专门是空气炸锅的网 这个是用来烤牛排的网 是这样的 把水倒里之后 然后就是390度两分钟 然后就会洗得很干净 就是很容易清洗 它热完了之后 然后再拿到就是个水槽里一清洗 就特别干净很容易 我们家的下一个重要的 驾用电器就是这个炭煎饼的 这个炭煎饼的叫 Creepy Maker 它是商用的 commercial的 然后有这个NSF的这个标志的 都是commercial的 我家一般是这个卷饼 现在在做的这个是卷饼 卷饼和炭煎饼 一般都是王大厨都是用350到420之间 这个是开管等 这个是如果温度到达了 然后它就绿了的 现在是卷饼 我出过卷饼的视频 把链接放在上面 然后我也出过煎饼果子的视频 我也会把煎饼果子的视频链接 打在屏幕信息栏里 打在屏幕上 美国人也是一般就是做这个饼皮上面磨巧克力啊 或者其他酱呀 然后放一些甜品 这个是我们在亚马逊上买的 对吧 最后一个家用电器呢 就是电饭锅 至于煮蛋器呀 烤面包机呀 我就不说了 这都是小型 说大型的 就是电饭锅 这个电饭锅呢 很久了 跟我很久了 是我从Ohio搬过来的 就可想而知 这个电饭锅至少年龄在五岁以上 然后呢 这个电饭锅是什么相印的 还是印象的 然后我也是在亚马逊上买的 你可以看到已经很脏了 主要是什么呢 你们看里面就知道了 这个地方都已经碎了 搬家搬的碎了 然后 你们就不要看上面了 因为上面就是我 我一般吃的米呢 是Brown Rice 但是这个呢 好像是叫胚芽米吧 所以说 这个会比较白一点 然后里面的那个小颗粒呢 就是藜麦 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藜麦 它呢 一般这是有蒸的蛋糕和Brown Rice Brown Rice一般要很久 一般要90多分钟吧 然后这个White Sushi 就是一般的白米 就是60分钟 像这个白的嘛 我就是用了60分钟的 然后还可以煮粥 还可以定时 最开始我买它的时候 它有定时做饭的功能 所以说我就特别喜欢 然后也用过很多次 但是现在呢 就也不用这个定时做饭了 然后它就就是电饭过 已经跟我们很久了 修的修 脏的脏 裂的裂 这个就是藜麦 然后我家这个空没有了 就是里麦 我会把图片打在屏幕上方 所以大概是3个月的 所以才能够出现 你怎么做到 所以我会把图片打下去 就会一样 就会把图片打起来 就会把图片打起来 就会用了 也就会把图片打起来